8点啦大家 来啦 离姿轨迹 无缝接轨迹来啦 没错 可以来play啦 我也是有可以开箱的 我们先来看看 这些应该都不用管了 战斗杯 资料库 我们可以今天来前倒一下 来看看过往 前倒这里呢 当然也要来进行我们的开箱 我们等大家多一点抵达 他这里还可以看那个 上一部的状况 然后还有movie 我们今天这个也还是会看一下 这个用语就比较快速给大家看看 这就老生常谈了 补带遗物 圣术 还有些还有两页 8创世 已经收集了7个 离鬼比较特别就是这个赛法 灵子晶片空洞核心 魔装鬼 泛魔化 三大拳法 泰斗流昆斗 昆仑流月华流 我们的极热世界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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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 微看一下 班纠心悲喜事 永远窥之无趣的DG教团 OK 没错啊 刚刚好 反应兵器 好 那我们就 来 给大家看看我的开箱 现场配音 这次也是买实体的 限定版 里面有这些东西 一二三四 四个 当下我也是没看里面那种路 好不好 就是 跟你们一起 一起来看 呵呵呵 所以就是利用我的单手 那桌布是one piece的 爽 里面呢就是 光碟片一个 有特点 但里面就 正常的光碟片 普普通通 那另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 这个啊 限定版才拥有的东西 那 这我已经都 兑换了 好不好 都已经兑换了 呵呵 那里面呢 是有这个啊 共和国的 地图 它这个 我没有打开来 我想说等全部玩完再打开 然后这个呢 是 它的阅历 之前 创轨的时候也有 这个最后可以给大家看看它里面 的图片 那另一边呢 其实也很单纯 就是CD 所以它这一次的 限定版 坦白说 就只是 阅历 跟那个地图 就好像还好 这个CD 就是它的音乐啦 音乐 我不晓得你买原版有没有 应该是没有 所以这也可能是限定版 才有的 就这些 好不好 就这些 给大家看看 它的东西 这就是它的那个阅历 把它摊开来 它就是那种桌上型的阅历 它每一个都有正反两面 有没有 11月1月 11月的背面是2月 1月背面是 11月的背面是12月 1月背面是2月 它直接用这样的编排的方式 然后图片呢 其实也都是 旧图 就没有新的 你看这就是 空鬼的图嘛 然后3rd的图 灵壁鬼的图 然后 闪鬼的图 然后 到我们最后的 创鬼 以及 这个 离鬼的图 月历 右下角 那个是创鬼啦 创鬼台 欸喔那是闪鬼4欸 那对 那可能在背面 然后它那上面 喔它上面有写 哈哈 那上面都有写 什么时候的 看看它的背面 背面说不定就有了 背面 左上角就是它的那个 一开始的第一页 那 SC 有没有 灵鬼 闪鬼 有有有有 有创鬼 右边有创鬼 然后最后再接 离鬼2 所以其实 也是很厉害 刚好欸 123 4 5 6 7 8 9 10 11 12 也算是12部血 酷 好啦 月历有小彩蛋嗎 靈幣 鬼空 時期 喔你說它上面的字是不是 喔上面的字我真的沒看 我就還沒看 它自己可以 應該有別人 分享啦 這图本就很清楚 就只給大家看看它裡面有哪些 有點熱 所以它的限定版 其實實體限定版 就 我覺得好像還好 因為像 剛剛可以看到那個盒子嘛 盒子其實它的造型 它旁邊是直接就 就是可以拿東西出來 不像 它的 一代 離鬼一代 就是那個賽法的形狀 那我覺得 就有收藏的價值 那創鬼的也很酷 就是那個盒子 所以它這一次的 我覺得盒子就反而 比較 普通一點 對不對 限定版的感覺就比較普通 裡面的東西 的 點藏價值 就是對自我而言 也覺得比較 還好一點 就之前的雖然很多 也用不到 可是就是 當你偶爾再把它 看到它的時候 就覺得 哇好爽 日版比較貴 還有絲絕的刀 喔是喔 台版就只有這個 可能 有機會再去購買吧 嗯 好不好 那 這就是它這一次 實體版的東西啦 那當然 數位版的計票啊 那些我也有買 所以這個 都沒問題 好不好 那我們還是 微看一下 它的 潛倒 迅速看一下 先飛力 再來是我們的 麒麟兒 它前面的真的 設計的都 很讚 尖章也是 哇 第五章我真的覺得 就是它的 大高潮 然後反而最終章 就變得是 在鋪陳 離鬼2 然後 玩起來比較還好一點 就 比較急一點 那時候也有講 小可惜 小可惜 哇這還有 所以透過這個 就可以知道 過往的狀況了 年表 給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的年表 終於同層 不用再那個 粉絲自己 來了 欸 創鬼 欸還記得創鬼 最後說什麼 兩年 所以 一 一二零九 關鍵的 時間 登場人我覺得 我就不看了啊 避免 萬一 它應該也不會有 虛透吧 我們這其他不看了 我們最後就看這個 就可以開始玩了 太期待了 好 就我借人家 你有小小雙 這個就五分鐘 我們可以看看 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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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看文字 直接 哇而且它還語音 全語音 複習 全語音的復習 我覺得這 有給推 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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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絕大絶命的危機 全體 真的還是要再繼續看一看 因為最後我們知道嘛 不論是他的 就是他的魔裝鬼像他自己的東西 泛恩自己的那個 但美亞是 提供過來的 就覺得神秘 而且我覺得前面幾張 一到五張其實蠻鋪陳就是 那時候玩離鬼的感受就是 哇 真的很腫 True Ending 那時候一直在說的嘛 就是他很真實 然後 人物是會有死亡的選擇 反而到了最後一張就覺得 好像又變回去的那種以前的感覺 反而倒了又復活啊會幹嘛呢 然後又是大集結 就期待他的離鬼2這次 會怎樣的呈現啦 就是 跑龍套阿瑪塔 聽他他這樣鋪陳阿瑪塔我覺得 在蠻多人的心中應該還是會覺得 他們就是跑龍套 還是只有我覺得 還是只有我覺得 裡面我只認呂布 哦 這泛魔花啊 其實也沒有很細說是如何做到啊 反而就是那個 創世作怪就有辦法這樣子 漂泊的魔王 這一題有算 暫時擊退 丟掉魔盒 欸對 所以我們的時間線也是關鍵 短暫的告別 所以有可能有沒有 離鬼2又是一樣 大家 慢慢的陸續回來 呵呵呵呵 所以人物永二可能也是 一個一個來 好 當然要 繼承我們的 資料 哦 五保存 五保存 那我們一樣就挑戰 NOBLE就可以了 之前有說我們是EASY 不是我們都是挑戰中間的啊 最早才是挑戰困難 最早才是挑戰困難 疑鬼資料 通關特點 練誠實 艾雷茵 他沒有放棄 AAA級 剛剛看過了 呵呵呵呵 呵呵呵 不好意思看過了 對不起 哦 二月二十已經直接 開始囉 過了兩個月 看起來像獵兵隊 對 誰 第八創世 另一個梅亞 惡魔梅亞 染上惡夢 一個是吞噬惡夢 一個是染上惡夢 他也有魔裝鬼 才不可以要八個魔裝鬼 錄像嗎 所以這個 有其他人 也會看到 啊這邊 對 319來了 哇 又來TrueEnding 如果 你會知道 如果 那些気配 都會出現 出現 就像